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奎哥 然後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 如標題所說的Crate裡面的火車 那麼這個東西呢,好像是在比較新的版本才有的 就是我記得1.16.5的時候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它新的火車想當然就是讓你可以在遊戲裡面蓋自己的軌道 然後你甚至可以讓火車自動化 然後讓他們自己運輸之類的 現在就開始我們的教學吧 想要火車第一,我會想到的一定就是 鐵路,對,沒錯 我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火車軌道 那麼怎麼合成的話,建議你們都去下載JEI 因為我覺得玩模組的話,JEI是不可我學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去查它要怎麼合之類的 不然這有點麻煩,因為 畢竟這是工業模組,所以很多東西都要牽扯到其他的工業的步驟 所以呢,我這邊就直接講火車軌道的用處 那麼怎麼放火車軌道呢? 很簡單,你要再低一點,先放一個 接著呢,直接對它點右鍵 那麼你就會發現它可以自動幫你拉出一條軌道 你就看你要拉到哪裡 好,腳到這邊 然後你就放 欸,這樣一條軌道就完成了,非常簡單對吧 這個軌道是可以有上坡還有彎道的 我現在直接示範 還有一個額外的地方 就是你要爬上坡的話 你可以拿一個方塊,放在副手 然後,這樣的話 按著Ctrl可以讓它 鋪到看起來比較平緩一點 比較好看 然後按 對,然後你就會發現它會幫你鋪方塊 雖然說這方塊好像沒有鋪得非常好 但是,你還是要它底下有東西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彎道的話也是一樣 第一個先放一個 然後 直接 在這邊 然後彎道有一個很酷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放45度 對,非常酷吧 當然你也可以90度 然後就示範45度的話就是這樣 很棒 非常 完美的彎道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呢,如果你要讓一條軌道 可以分出另外一條的話 你就 從原本的地方 再拉一條出來 到這邊 然後一樣 呦 這邊你就分出了兩條 那麼至於 要怎麼讓它走這條 或這條 我等一下會提到 我等一下會提到 好的,馬上來到我們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 放置車站 這方塊叫做火車站點 那麼 你們可以看一下它合成表 一樣你們有JE來的話 直接去查就好了 那我 我現在直接把這些東西拿下來 火車機殼 火車控制台 跟食的動力爐 坐墊這個殼又殼 然後還有強力膠 這些其實都是 如果你要直接放一台火車出來的話 會比較需要的東西 好 我們先來示範好了 火車站點的擺放方式 就是呢 你要在鐵軌上面先找一個點 假如在這邊 然後 它是有方向性的 就是 我這樣跟這樣 它站的方向會不一樣 那麼我放了之後呢 移到旁邊再選一格 直接放方塊 那這樣的話 這格就是我的火車站點 我們點進去看 你就會發現 照理來說應該會是這個畫面啦 然後 然後怎麼新增一台火車呢 就是這邊 我建立性我直接按下去 然後呢 跳出來之後 這邊有個藍色的地方 那麼 我們要放我們火車 就是使用我們的火車機殼 對著它點優件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有第一個轉向架了 一截火車最多有兩個轉向架 所以 可以這樣 然後你後面其實還是可以放其他轉向架 只是 就是你中間 你不能 你不能讓它連在一起 你中間要斷掉 等你蓋完之後呢 它中間會自動幫你連起來 就會變兩級的車廂 所以它是可以蓋成那種 如果 你想要蓋成高鐵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我現在 先測試一個轉向架就好了 對 然後如果 對它點右鍵的話 還可以改轉向架的樣式 最簡單 我就先 圍一圈 然後 火車控制台的話 如果你要讓火車動的話 你一定要放這個 然後 你放這個方向的話 就是讓它往這個方向跑 但如果你要雙向的話 那你就是兩邊都要放 像這樣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 它這樣其實是沒有黏著的狀態 所以呢 你要拿強力膠 對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強力膠可以來黏火車 它太神奇了 然後把它 框起來 然後 這個黏到下去 這個黏到下面 好 這樣基本上它整個應該就會黏起來了 那回來的時候 如果它可以組裝的話 代表要成功了 對 然後你可以幫火車改名字 像是 EVC 好的 那 這樣的話 這台火車 就會叫ABCD 然後你如果有地圖的話 它地圖上應該會顯示 對 它會顯示 擁有者 還有車廂數量 那麼 開火車的方式 就是 對它點右鍵 然後 直接按著W 它就會加速 對 然後你不按的話 它就會慢慢減速 喔對 這個火車 它 是不需要額外的能源 就可以跑動的 當然你可以 用煤炭 來讓它加速 那麼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手動開進站的話 你可以按著空白鍵 它會直接幫你進站 這樣的話 它就會直接剛剛好在這個 然後這樣就是 倒站的狀態了 那麼 如果你要讓火車可以自動跑的話 你需要一個東西 叫做烈焰死者動力爐 它放到中間的話 如果你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個東西 叫時刻表 你給它時刻表 它就會 它會按照時刻表上面的任務去運行 你也可以用坐墊 然後 隨便放一個生物上去 好像也可以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 如果你給它煤炭的話 給它可以燒的東西 的話它可能會運作更快 所以 現在木頭應該也可以 我直接 給它一直 然後記得也要讓它黏上去 然後再重新組裝起來 那麼 現在有64個 照理說我開的時候 它 就有可能會去 消耗木頭 對 你看木頭變少了 然後它會讓 它讓火車有更大的動力 就是 如果你 那個坡道坡度有點 抖的話 可能就需要一些 一些額外的動力 讓它可以順利的爬上去 進到我們下一個部分 這邊呢是 火車時刻表 對 就是我要來讓火車自動化的東西 那麼我這邊已經放好一些車站了 啊對 提醒一下就是 如果你要讓它可以單線雙向的話 應該是要在兩邊都放上車站 然後車站的名字要取同一個 像這樣 我認為它應該是把它判定成同一個車站 但是不同方向或不同月台之類的 至少我之前試過 如果只放一個的話 它會繼續 想要往前走 然後就說前面沒有軌道 不然的話 就是你要讓它繞一圈 然後回去那邊 我來這邊直接拿一個板搜 板搜可以直接讓火車 改變軌道 它可以直接到這邊 很方便 如何使用火車時刻表呢 像這邊有個 車站叫Quay One 然後我那邊也設定了車站 這個車站有兩個月台 都叫Quay Two 我們打開火車時刻表 就是對空氣按右鍵 那這樣你就會到這個畫面 那你可以在這邊增加動作 那我們就是要在那兩個車站來回運行嘛 所以我們就十字車站 然後選一個 剛剛找到了Quay Two 然後這邊可以選它到那個車站之後的動作 它可以等待或者是 那你可以 像是玩家入座啊 如果你有放剛剛座位的話 它會判定有玩家進去之後 它才會發車 我要改場一點 那麼下一個就是 一樣 十字車站 那麼這樣 對於這台火車的時刻表 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後看到這邊有持續循環 它本來就是開著 你可以把它關掉 開著的話它就會持續運行 那麼 欸這還沒有動力爐 等我一下 好的 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你要讓火車自動化的話 你一定需要 駕駛 可以當 用電視的動力爐當駕駛 或者是用 像我剛剛說的 絕對不要忘記強力爐 非常有用力爐 那這樣的話呢 你把剛 寫好的火車十月 交給它 它就會開始運行 對它會判 判定最近的車站 然後就過去 然後 等八秒鐘之後呢 它就會發車了 差不多 然後它會 它因為要開到我們 剛設置的另外一個車站 好 然後 像這邊 就是 它如果 一個車站有多個月台的話 它就有可能到另外一個月台 它會自動判斷 我這邊要做一個非常酷的小實驗 就是 等這台火車開走之後 我要在這邊 這個月台放一台火車 像這樣 我直接快速的放一台出來 好 好不管 反正 我就算還沒蓋完 反正這個軌道是被佔用的 所以 火車就會去判斷有沒有其他的地方 不然它應該是會停下來 或是直接撞上來 我也忘記了 來到我們 應該是第四個環節了吧 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 火車訊號機 那它可以搭配真空管顯示器使用 那麼這個東西呢 簡單來說它就是耗製器 就是 它可以幫你去調度火車之類的 我這邊已經 蓋好一段 就是可以看到 它也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 如果你放這個方向 往前這個方向 那 車子就不能往後 它不能穿過 它不能 這樣穿過這個軌道 除非你把它放成這樣 你也可以用雙向耗製 那這樣的話 它就是 兩邊都可以運行 那麼 我直接示範 我自己來開 我直接開啟 然後它 對它會找可以走過的地方 走 然後 這樣 欸 欸 火鬼了 好 那麼 往回的時候也是 它就不會去走剛那條的 然後可以注意看一下 耗製的 切換方式 你其實可以看到它偵測的 就是 這個黃色的 這是一個區間 那這兩個綠色是兩個區間喔 它不是同一個區間 它是兩個 然後 這個 黃色的是一個區間 這邊可能會 需要一點 需要動腦一下 不過應該還好 就是 往這個方向看的話 這邊是紅燈 是因為 前面這段被它佔用了 它 這邊 寫著紅燈就是 如果這邊有火車的話 它就不能穿過這個東西 如果有列車長的話 它就會在這邊停下來 我等一下會洗版 那麼 我現在再往前開一點 我們 超過一個區間 那我現在變成這個紅燈了 是因為 以這個方向來看的話 這個區間被佔用了 所以 火車不能過去 但其他都白燈 因為其他都不會被佔用 那麼 我再往前開一點點 讓它 快要到這邊了 那就會變成 這邊是紅燈了 因為這邊的前面被佔用了 然後其他地方都沒有被佔用 對 差不多是這樣 那麼 我現在要跟各位展示的就是 如果 這個地方有火車的話 那它就會停下來 你看這邊變紅燈了 因為 那邊被佔用了 我直接寫一個簡單的時刻表 我直接讓它開到signal 2就好 這樣 就好 然後呢 我們讓它 發車 它就會往前開 欸 這邊也變紅燈 然後呢 你看它看到紅燈了 它就不會走了 它就不會走了 它一定會等到這邊 沒有東西之後 它才會走 像我現在如果把它移走的話 對 它可以順利的死到這站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些耗製系統 來完成全自動化的火車 整個火車系統 出動性 那麼 你也可以用 它有個貨物 過濾器 就是 欸 我沒有連到箱子啊 等一下 好 我現在讓這台火車上面 載了64個紅石 反正它就是現在有紅石 那它照理來說 應該是 過去的時候 可以被偵測有紅石 對 它偵測這上面有沒有 不管是 儲物箱或是 儲物廠 這個是專門拿來 就給工業模組來 出東西的 但它不能直接 它不能突手打開 對 那麼 如果它偵測到上面有紅石的話 它就會輸出紅石型號 對 然後被我打掉了 呃 如果你有裝一個 額外的 補充模組 叫做 Steam Unreal 的時候 應該是N的 我不知道 那你就可以拿這個 轉側器 然後呢 拿一些紅石的東西 把它組成一個 可以控制方向的 像這邊 它這邊可以放 那它這個東西 就是可以控制它的 走 要走的方向 這邊接受到紅石信號的時候 它就會 轉到這邊 那這邊 這個側 接到紅石信號的時候 它就會轉到這邊 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它對應的方向 會是哪 像現在是直線 那我把它 我如果是 這邊有紅石的話 它就會變成 往右邊走 對 那麼 我讓 車子開過去的時候呢 它就會 因為有紅石在上面 然後啟動 啟動我們轉側器 然後轉身就會轉 它就會被倒到 右邊去 沒錯就是這樣 呃 好吧 它壞掉了 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的 觸發吧 那麼 反正 這是可以拿來 控制轉向的 一個東西 呃 我突然發現 不用那個東西 就可以控制轉向了 哈哈 哈哈 然後它壞掉了 它壞掉了 哈哈 好 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個 這東西 很酷 我只能說 它真的很酷 應該說這整個 火車系統的東西 都很酷 我不知道寫這個模組的人 為什麼可以那麼厲害 那這個東西呢 它現在就是 一塊黑色的板子 它其實 可以拿來當時刻的表 我現在從裡面拿出來 它就是顯示板 對 然後這邊有顯示鏈路 那我這邊已經設置了一個 會自動運行的 小火車 這個東西顯示鏈路的用法 就是你要先去找一個可以顯示的板子 現在等一下點右鍵 像它把它框起來 就是 它已經綁定它了 那麼找到一個 我們有在用 像這個 我們有在用的車站方塊 然後點上去 這樣它就會偵測它 這個方塊底下的 方塊的狀態 然後我們對它點右鍵 你就會發現 有一些選項可以選 像是火車車站蓋藥的話 或者是火車時刻表資訊 像我們選這個的話 我們 再來說它等一下就會刷新了 對對對 像這樣 等一下它就顯示了 它這台車 5秒鐘之後會出發 對 是不是很酷 我真的覺得這東西 超級 超級 酷 然後另外 它還有一個 它還有火車站點蓋藥嗎 我把它縮短一點 讓它會爆狂 點開它 對 它甚至可以顯示 這台車還有多久會進站 它這真的是時刻表 對 像現在是30秒 我們等它一下 現在變15秒了 它開過去 它一個單位好像就是15秒 所以 它等一下就會顯示近站 對 到站 就差不多 這個時候 對 然後 你也可以 你當然可以讓它同時 兩個顯示 喔不對不對 你一樣要先綁一個東西 然後在這個方塊的 其他面去放置 那一樣 它的底下是朝這個東西 所以它會整個東西 那我就可以 像這邊有兩個 兩個選項 那我可以把它 寫到第二行 那 對 等火車過來 它現在不會寫 對啊 它到了之後 它就會顯示它要幾秒鐘出發 它這樣就是兩排 然後 你當然還可以 去 新增其他資訊 如果這條軌道上面 有兩台以上的火車的話 它應該是 也可以顯示更多台 我其實沒有嘗試過 只是 這個就留給各位自行去 嘗試了 以上就是這個Create模組 火車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留言區提問 我如果會的話 我就會負責解答 如果不會的話 我會去研究一下 但是我真的 畢竟我真的不是非常專業的人 我是對火車有興趣而已 但是還是可以提問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整個工業模組 你要自學也不是不可能 因為 它說的東西都是 可以展開成一個非常詳細的說明 它對這個模組的新手 非常的友善 因為我當初玩這個時候 也是每個都在看 每個都在打開這個動畫 它動畫也做得非常緊備 所以就歡迎大家來試試看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 新鮮裡面 創造出一個非常棒的火車戲 那麼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或許第一線的影片消息 很感謝大家 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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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我的Skin 我下次會換回來 我們下次再見 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回來了 我們下次再見